2016創客家庭玩活動正式開幕 什麼是最好的產品 什麼是最好的服務 什麼是一個有市場的產品 市場的喜好是什麼 法律的要求是什麼 我想这种种的都是学生需要知道的 而不是单纯的只在一个课堂上 單方向的可以學習的 所以這一個空間 我想是會在未來的大學發展當中 越來越重要 所以我希望這個創客空間 可以成為一個大學教育 學生要來實作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空間 學生提出一些觀念 然後獲得這A者的同意的話 就投資先100萬 那幫他輔導 輔導夠的話到天使就要給他們300萬 那就正式成立一個公司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從創新創業 然後一直到公司 一系列的來做學生的這個加速的輔導 但並不是所有學生都一定要創新創業 有的學生他希望做公務輪延 然後往公務輪延 那有的學生想要做到A界去 那我們是引導他A界去 那冯甲大學目前都有455家產學聯盟 那提供我們學生很多時期的機會 那時期薪水很高 有的從4萬多塊到基本工資2萬2萬都有 現在我們在看冯甲這個創科中心 因為這個創科中心裡面有一個特色是 過去我們在學都學單一科系的知識跟學問 但是在創科中心裡面其實是跨系的合作 可能理工學院可以跟商學院的人合作 因為商學院還有行銷的這個部分做一個連結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的方式就可以幫助學生做一些創業的發展 那創科中心的老師也不斷都有提供 每一個計算不同樣的課程 所以他們除了在原本課業上所學的專業知識之外 在這裡可以學到創業的知識 所以透過這樣的平台 我相信能幫助大學生在面對市場的時候 能夠更看清市場的發展 大學裡面的教育跟社會上常常會有偷竭的情形 那因此各大學現在都開始想翻轉教育 希望不要學生只有坐在課堂中 純粹的聽課 聽老師傳授知識而已 而是希望能夠自主學習 所以我們安排坐中學這樣的一個翻轉教育 這個資源除了由教育部 我們瓮甲大學是教育部的中部地區 唯一的一個創業教育大根計畫的典範大學 那我們的中心當然就是示範中心 那我們希望說結合中部的各大學 甚至國高中小學大家一起來落實這個創業教育